第3111章恐怖大敌 黑衣老者不断地攻击陆明他们 让古魔分心 这样就缠住了古魔 让古魔无法冲过去 利用跨星域传送阵离开 对方很明显是要缠住他们 等待援手 对方很可能还有神王巅峰境界的强者 来到了楚天星域 陆明他们虽然焦急无比 但也无可奈何 果然双方缠斗了一会之后 那个陨石上的跨星域传送阵亮了起来 几道身影出现跨星域传送阵之中 几个身体完全被黑袍裹住的身影 完全看不清样貌 和之前的死士装扮一模一样 这几人一出现 目光就望向了遥远的星空 望向古魔和黑衣老者大战之地 刷刷刷 然后几人化为几道黑光 冲天而起 冲向了陆明他们这边 速度快的恐怖 几个呼吸 几个黑袍人 就出现自陆明他们不远处 你们来得正好 这几人 就是我们的目标 一起出手 杀了他们 黑衣老者开口 杀 杀 一共三个黑袍人 同时出手了 三道血红色的刀光 展向了陆明和古魔他们 三人的攻击 威势都惊人无比 甚至其中一人的攻击 丝毫不比那黑衣老者弱 毫无疑问 这也是一个神王巅峰的强者 另外两个黑袍人 稍微弱一些 但也非常可怕 也是恐怖的强者 这么多强者一起出手 古魔的脸色都变了 这个跨心欲传颂阵 我们走不了 先退走 古魔怒吓一声 巨大的身体卷起 裤住了陆明他们 向后暴退 坑坑坑 一道道可怕的刀光 斩在古魔身上的鳞片 发出坑枪之上 火星四射 不过 并没有破开古魔的防御 神军静的身体 怎么可能 那个黑衣老者震惊的大吼 以他们的修为 都破不开古魔的肉身防御 那只有一个可能 古魔的肉身 乃是超脱神王之上 存在的肉身 神王之上 是位神军静 亦为神之君主 神军 比神王不知道要强大多少 从古魔身体震动 身上的鳞片 只是多出了几条痕迹 一点是都没有 他带着陆明他们 不断的向外冲击 挡住他们 黑衣老者大吼 将实力发挥到极致 一道道恐怖的刀光 仿佛能开天一般 展向陆明他们 其他几个黑袍人 也发动猛烈的攻击 但是 古魔蜷缩着身体 将陆明他们护住 不顾自身的防御 野蛮的冲撞 黑衣老者等人的攻击 不断被撞开 就在这时 跨星域传送阵中 又出现了一道身影 这是一个中年大汉 此人一出现 就冲入星空之中 向古魔发起攻击 这个大汉 居然也是一尊神王巅峰的强者 这样一来 对方出动了三位神王巅峰的强者攻击古魔 这等阵容 实在是恐怖 在九绝天王府 除非是神军出手 不然无人能敌 三大神王巅峰的高手展开恐怖的攻阀 一道道攻击落在古魔身上 饶是古魔乃是幽龙之躯 原本乃是神军镜的肉身 此时都有些吃不消 身体不断的震动 上面的印痕 越来越多 若是古魔仗着幽龙强悍的肉身 绝对不是对方的对手 露鸣脸色凝重 司空家为了杀他们 居然派出这么多高手 而且有两人露出了真容 这是有必杀他们的决心 就凭这几个杂毛 也想阻拦本作 做梦 古魔大吼 口中发出阵阵龙吟 身体黑光大盛 不断的冲击 他这种不要命的打法 终于取得了效果 三个神王巅的高手 分为三个方向围攻古魔 所以古魔冲击一个方向 其实只有一人 另外有两个黑袍人 并非神王巅峰的强者 在古魔的冲击下 那边的强者连连后退 给我退 古魔大吼 龙爪不断的踏出 轰向前方的那个强者 轰轰轰 那个强者与古魔连续碰撞了几十下 在古魔这种不要命的打法下 那人身形连退 古魔岂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卷起陆鸣他们 暴冲而出 一下子冲出了重围 然后向着远处急速飞行 该死 追 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 三位神王巅峰的强者 将速度施展到极致 追向陆鸣他们 双方一追一逃 转眼就飞出了漫长的距离 讲追上本作 做梦 古魔冷笑 施展某种秘术 速度越来越快 慢慢的与对方拉开了距离 后方三个高手焦急无比 司空家族已经下达了死命令 绝对不能让陆鸣他们逃走 陆鸣他们 多半已经知道了其中的秘密 若是司空家族是到走九绝神经幕后 主使仪式被曝光 那司空家族将面临灭顶之灾 所以陆鸣他们必须要死 三大高手 施展出全力 向着古魔他们追去 但是 他们的速度依然比古魔慢了一筹 慢慢的被古魔拉开了距离 这样下去 迟早要被他们逃走 嗡 就在这时 陆鸣他们前方的虚空 突然波动起来 空间如阵阵不闻一般 荡漾起来 下一刻 一道身影 陡然出现在那片虚空中 这是一个中年男子 长相英俊 但是满脸冷酷 眼神开合之间 金光四射 杀 冷酷中年 淡默地吐出一个字 他的手掌 对着古魔一劈而下 顿时 一道刀光 从冷酷中年手掌中迸发而出 恐怖 极其的恐怖 这一道刀光一出 陆鸣就产生一种大恐怖 好像下一刻就要被毁灭一般 陆鸣从来没有在现实中 碰到这么恐怖的敌人 刀光惊天 滑破宇宙星空 好像要将整片星空 批为两半一样 陆鸣毫不怀疑 这一道刀光要是 斩在一个生命星球之上 恐怕能将生命星球批为两半 不好 古魔脸色狂变 身躯一扭 就要向着另外一个方向飞去 但是已经晚了 扑痴 那道刀光 斩在了古魔的身躯上 鲜血四剑 古魔身上 被斩出了一条上千米长的伤口 差点将古魔批为两半 第三千一百一十二张 神君现身 古魔被一刀重创 大口吐血 身躯横飞出去 神君 是神君 古魔震惊的大吼 那个冷酷中年 居然是一尊神君静的强者 神君 在九诀天王府 是真正的霸主 一般很少出手 代表了无敌 现在 居然有一尊神君出手了 家主 后方 黑衣老者三人也赶到了 看到冷酷中年 惊呼一声 此人 居然是司空家族的家主 真是废物 若非我亲自出手 都要被他们逃了 司空家族族长冷酷一声 黑衣老者三人根本不敢吭声 神王巅峰 距离神君 看似只有一步之遥 但是差距却天差地别 比天神巅峰到神王境的差距还大 他们用出全力 都破不开古魔的防御 但是司空家族族长随手一展 就破开了古魔的防御 完蛋了 走 古魔低吼一声 不顾伤势 带着陆明他们 就要向着另外一个方向冲去 在我面前 还想走 司空家族族长冷漠开口 一步踏出 下一步 他的身形 就追上了古魔他们 手掌如刀 再一次一展而出 刷 又是一道惊天刀芒 斩向了古魔 这一刀 完全锁定了古魔 古魔 根本逃不掉 扑 刀光斩在古魔的头颅之上 雪光蹦现 古魔的头颅直接被斩了下来 幽龙的身体被斩 再也不能护着陆明他们 陆明他们连忙后退 立于虚空之中 脸色苍白 刷 幽龙的头颅中 冲出一道黑光 这是一具漆黑的空楼 正是古魔 古魔冲入陆明的眉心之中 叫了起来 完蛋了 陆明 这次真的得完蛋了 没想到会惹来一尊神君 这一次我们要一起死了 神君 陆明也是满嘴苦涩 后面 有三位神王巅峰 前面 还有一位神君 神君 实在太强了 连幽龙的肉身 都被轻易斩掉 他们根本没有一点点机会 有意思 幽龙的肉身 却是由其他灵魂入主 而且是神君进的幽龙肉身 还真是不错的收获 司空家族组长清孝 一挥手 将幽龙的肉身 收了起来 幽龙肉身 怎么说也是神君进的肉身 全身都是宝物 就连同为神君的强者 也很心动 接着 司空家族组长的目光 望向陆明他们 这一刻 陆明是海中 量子觉和战子觉 急速缩小 缩小成一个光点 免得被发现 韩阴 武山两人 脸色苍白 身体都微微颤抖起来 倒不是畏惧 而是面对这等恐怖的存在 身体的不由自主 怎么办 陆明脑海中 急速思索的对策 但是没有一条计策 是行得通的 面对这等存在 任何计谋 都没用 都会被对方一巴掌碾碎 子瞳瞳观 最后 陆明想到了子瞳瞳观 实在不行 他只能强行打开子瞳 瞳瞳观 试一试了 但是 面对司空家族组长 这等恐怖的强者 就算打开子瞳瞳观 陆明心里也没底 也许杀不了对方 反而把自己搭进去 你叫陆明吧 很好 年纪轻轻 能做到这一步 这么多年来 你算第一个 本座会亲手杀掉你 司空家族组长 目光盯着陆明 冷漠开口 空 下一刻 司空家族组长 直接出手了 没有给陆明留下 任何开口的余地 一道浩瀚的刀光 向着陆明 寒阴他们展来 耀眼 无比的耀眼 陆明他们眼中 好像只剩下了 这一道刀光 其他的一切都消失了 刀光向着他们展来 但是 陆明他们却一动不动 不是他们不想动 而是不能动 动 动啊 陆明心里大吼 他想要拿出子童童关 劈死一搏 但是他的身体 一动也不能动 被一股无形的气机压制了 陆明苦笑 他知道 他还是天真了 面对司空家族组长 这样的强者 他即便身上有子童童关 这样杀气也用不出来 讲拼命都做不到 难道 今天真的要陨落在这里 陆明心里叹息 这一刻 他脑海中转过一道道念头 眼看 刀光就要落在陆明他们身上了 这一道若是真的落下 陆明他们 绝对连一点灰烬都不会剩下 但在这事 陆明他们身前 空间居然也泛起了波纹 然后 两根漆黑巨大的手指 从波纹中伸出 对着暴斩而下的刀光一家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司空家族族长展出的刀光 可破灭一切的刀光 居然被这两根手指夹住了 接着 手指微微一震 碰得一声 那道刀光 就直接崩碎了 陆明 寒义 五山几人 还有后面的那三个神王巅峰的强者 目瞪口呆 神君进的一击 居然被轻易破灭了 绝灭指 绝灭指 天 天王 司空家族族长脸色狂变 师生大吼 到最后 他的声音居然都颤抖起来 脸上充满了惊恐 司空男 你好大的胆子 一道威严的声音 突然的响起 在宇宙星空之中回荡 然后 那两根手指缩了回去 一道身影 突兀的出现在陆明他们身前 此人 身材魁梧 身穿华服 陆明他们只是看到背影 却依然感觉无尽威严 此人的气息 就好像宇宙星空一般浩瀚无尽 天 天王 属下司空男 参见天王 司空家族族长脸色极其难看 但依然恭敬抱拳 恭恭敬敬的行礼 眼神中 尽是惶恐之色 陆明等人 心里狂震 天王 在久绝天王府 被称为天王的 又能让司空男如此惊恐恭敬的人 只有一个 那就是久绝天王府的掌控着 久绝天王 但是 久绝天王 怎么会来这里 后面 那三个神王巅峰的强者 脸色也是狂变 变得无比的难看 久绝天王没有说话 只是冷冷的看着司空男 司空男脸上勉强挤出一点笑容 道天王你 你怎么会突然来到此地 难道是偶然路过 属下有点事要办 办完之后 立刻向天王禀报 说完 他对后面那三个神王巅峰的高手使了一个眼色 让他们动手 击杀陆明他们 第3113张强势九绝天王 九绝天王的出现 让司空男震惊 他要在陆明他们说话之前 击杀掉他们 后面三个神王巅峰的强者脸色变换了一下 一咬牙 就要对陆明他们发起进攻 谁想死 就动手试试 九绝天王淡淡开口 那三个神王巅峰的高手 身形顿时僵硬住了 一动也不敢动 天王 这几人 乃是要犯 穷凶极恶 必须要尽快击杀 司空男道 胡说 天王大人 我们查出 这司空家族组长 便是道走九绝神经幕后的主使 他要杀我们灭口 陆明大叫起来 狡兔崽子 信口雌黄 敢污蔑本作 罪该万死 司空男脸色狂变 身上爆发出恐怖的气息 就要出手击杀陆明 但是 九绝天王一步踏出 虚空狂震 一股恐怖的力量 冲向司空男 一下子就击溃了司空男的气势 司空男身体一阵 连连后退 天王 你 你这是何意 司空男脸色难看到 司空男 你真的以为我是偶然路过 九绝天王冷冷问道 男 难道不是 司空男脸色难看 九绝神经被道 本王早就知道有内应了 也曾怀疑过你 只是没有证据 所以本王才按兵不动 就等着你自己露出马脚 这一次 你果然动了 不仅自己亲自出马 还将司空家族的高手 尽数派出 本王自然要过来看看了 九绝神王冷漠道 你 你跟着我来的 司空男脸色难看得要死 不错 九绝天王眼神冰寒下来 道 说吧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垂直使你的 天王 误会 误会啊 我不是什么内应啊 你可不能听信那小子一面之词啊 司空男大叫道 到现在还在狡辩 当本王那么愚蠢吗 说 谁让你这么做的 九绝天王一声力喝 一股恐怖的气息 冲天而起 面对这股气息 怒鸣感觉 自己就像是蝼蚁一般 相差太大了 司空男的身形 也是狂震 连连后退 他也难以抵挡 九绝天王的气势 司空男脸色一阵变幻 突然 他看向陆明他们身后 大吼道 你们要干什么 言霸 司空男身形猛然向后狂冲 居然是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 想要趁机逃走 在本王面前 玩这种小把戏 真是天真 九绝天王冷漠开口 然后一掌凌空拍出 空 天空狂震 一只巨大无边的手掌行程 向着司空男压了下去 给我破 司空男大吼 手中出现一把战刀 全力斩出一刀 一道绚烂的刀光 冲天而起 斩向当头压向的手掌 这一刀 比之前斩向陆明他们的 起码要强好几倍 倒是 刀光斩在手掌之上 就剧烈的震动起来 然后轰的一声 炸裂开来 狂暴的掌力 轰击而下 司空男惨叫一声 身体暴飞而出 撞在了远处一颗巨大的星球之上 轰 金球剧烈轰鸣 半边球体 直接炸裂开来 如绚烂的烟花一般 火焰四射 还好 那个星球 是一个死寂的星球 并无生灵 不然不知道要死多少生灵 陆明目瞪口呆 超越神王之上的神军 简直强的离谱 无法想象 这就是我要追寻地境界 神王之上 陆明紧握双拳 他始终记得 谢念卿让他达到神王之上 才去找他 他一定要达到这个境界 抓抓抓 此刻 陆明他们后方 那个三个神王巅峰的强者 脸色狂变 居然化为三道红光 向后狂飞 这是想要逃走 在本王面前 还想逃 九诀天王冷漠的声音响起 然后伸出手指 凌空点出三指 三根巨大的手指形成 压向三个神王巅峰的强者 啊啊啊 三个神王巅峰的强者 惊恐的大叫 他们发现 他们完全避不开这一招 碰碰碰 三声爆炸声响起 三个神王巅峰强者 身体直接炸裂开来 陨落当场 陆明冷汗直流 九诀天王的实力 实在太恐怖了 那可是三个神王巅峰 如同金家家主一样的存在啊 轻易的被秒杀了 就像是捏死三只蚂蚁一般 此刻 那个爆碎半边的星球中 司空南飞了出来 他并没有死 只是非常狼狈 披头散发 衣服都破了 嘴角挂着鲜血 神君静得 自然没有那么容易死 但是刚才那一招 依然受到了重创 同为神君 司空南和九诀天王实力相差很大 天王 饶命 饶命啊 司空南大叫 他知道 凭他的修为 想在九诀天王手中逃走 是办不到的 于是求饶起来 说 谁指使的 你这么做 肯定有目的 到底是什么目的 九诀天王冷喝 眸光杀鸡闪烁 司空南激凌凌的打了个寒战 他毫不怀疑 九诀天王会杀了他 尽管 他的妹妹是九诀天王府的王妃 是九刀天王 是九刀天王 是九刀天王叫我这么做的 他说有办法让我的修为突破 我困在神军一重实在太久了 所以才一时糊涂 听信了他的话 天王 饶命啊 司空南大叫 九刀天王 九诀天王 眼中寒光连闪 他和九刀天王 乃是仇敌 彼此交锋无数年 谁也奈何不了谁 他们是在年轻的时候结下的仇 年轻时 九诀天王曾经杀了九刀天王的弟弟 所以 这么多年来 九刀天王一直想要报仇 灭掉九诀天王府 他让你到走九诀神经 有什么目的 九诀天王道 他让我幕后主使 到走九诀神经 然后让九诀天王府的各大事 加相互猜忌 彼此大战 消耗实力 让九诀天王府陷入内乱当中 这样的话 等九诀天王府的实力衰弱之后 他便可率领大军 一举灭掉九诀天王府了 司空南一五一十的交代出来 原来如此 陆明恍然大悟 对方的目的 是想要让九诀天王府的那些世家相互猜忌 相互交战 陷入内耗内乱当中 减弱九诀天王府的实力 第3114章神君陨落 不得不说 司空南的这个计策 很高明 而且几乎成功了 这段时间 九诀天王府的各大世家 的确相互猜忌 相互攻伐 矛盾越来越深 这样下去 演变成激烈大战 也不是不可能 还有呢 九诀天王的脸色更冷了 冷冷的问道 没有了 就这么多 天王 饶了我吧 我是一时鬼迷心窍 才助下大错 下次不敢了 看在我妹妹的份上 饶了我吧 司空南大叫 继续求饶 有些事情 做一次 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若饶你 以后如何向其他人交代 以后 谁还会听我的 九诀天王淡淡开口 只是声音中 蕴含冷烈的杀鸡 司空南脸色难看得要死 一咬牙 向着后方狂冲而去 想要逃走 刷 九诀天王也动了 速度快到无法想象 一个闪烁 就拉近了与司空南的距离 几个闪烁之后 就追上了司空南 一直点出 驱空如波浪一般震动起来 发出恐怖的爆炸声 一根巨大的手指 压向了司空南 司空南惊恐的大吼 竭尽全力对抗 但是 他的攻击 他的防御 在九诀天王的攻击下 不断的崩碎 啊 九诀 你不得好死 还有那个小子 不得好死啊 司空南愤怒的吼笑 但是下一刻 他的叫声戛然而止 因为 他的身体在九诀天王的意志之下 直接炸裂 就算以他神军进强大生命力 也没有用 肉身炸裂 灵魂湮灭 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 一尊神军进的恐怖强者 就这么被击杀了 洪荒宇宙 大千世界 就是这么残酷 就算你修为再高 但强中更有强中手 你若做不到最强 随时都有可能陨落 浩瀚的洪荒宇宙 时时刻刻 都有无数的强者陨落 所以 时时刻刻 每个修行之人 都想着提升自己 突破到更高的境界 为了突破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就如司空南 他困在神军一重无尽岁月 为了能突破修为 直接出卖九诀天王 帮助暗兵足道走九诀神经 想要引起九诀天王府的内乱 击杀司空南之后 九诀天王一挥手 将司空南的储物戒指抓在手里 接着 一条巨大的幽龙尸体 出现在空中 这是你们的吧 还给你们 九诀天王道 陆明 收起来 幽龙肉身被斩了 对我没用 但对你 还有大用 是海中 古魔叫了起来 多谢天王 陆明抱全感谢 然后将幽龙的尸体 收进一个储物戒指当中 这一次 能让司空南露出马脚 将他揪出来 你立下了大功 九诀天王望向陆明 露出淡淡的笑容 我也只是为了自保而已 当不得大功 陆明道 不管什么原因 这一次都是因为你 才揪出司空南 有功自然要赏 这样吧 本王答应你一个条件 只要你提出来 本王能够办到的 本王绝不推辞 九诀天王道 此言 让陆明的眼睛发亮 韩音 武山更是羡慕不已 这可是九诀天王的一个条件啊 简直价值无量 你要提什么条件 九诀天王问道 天王 我能先将这个条件留下吗 等我想好了再提 可以吗 陆明道 现在陆明还没想好提什么条件 九诀天王的一个条件 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一定要用在刀刃上 等需要的时候再提 才是最好的 小家伙倒是挺聪明 好 等你想好的时候再提吧 这块传音御符你拿着 要是想好了 可随时向我传音 说完 九诀天王拿出一块传音御符 交给了陆明 多谢天王 陆明大喜接过 好了 本王要回去解决司空家族 先走了 九诀天王留下一句话 一步踏出 虚空弥漫不稳 九诀天王的人影 已经消失无踪 简然 司空家族 九诀天王也没有打算留下了 可以想象司空家族的下场 穿梭虚空 神君强者 当真恐怖 陆明感叹 这里 可是洪荒宇宙 空间无比稳固 陆明来到洪荒宇宙后 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能够穿梭虚空而行 之前司空男用过 现在九诀天王也是 饺子 这可不是穿梭虚空 是海中 古魔的声音响起 不是穿梭虚空 陆明诧异 之前 司空男和九诀天王 都是突然出现的 不是穿梭虚空是什么 洪荒宇宙的空间 极其稳固 可不是小千世界能比的 而且 洪荒宇宙 浩瀚无垠 将欲比小千世界 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想要穿梭虚空 跨越无穷星空 太难了 古魔感叹 陆明点点头 的确 天界人界这种小千世界的面积 还远远没有一个生命星球大 更不用说和无穷宇宙星空 无穷宇宙相比了 在小千世界 能从这一头 穿梭到那一头 在洪荒宇宙 也只是相当于星球上一小段距离而已 放在星空之中 什么也不算 那他们那种事 陆明问道 突破神君境之后 可以以无上之数 在自己身体上 刻下一个星空传送阵 他们就是在催动星空传送阵 将自己传送出去了 这和穿梭虚空 有一曲同工之妙 古摩解释道 居然能够在自己身上 刻下传送阵 好奇妙 陆明惊叹 在自己身上刻下传送阵 那行动起来 就要快了 不知道多少倍了 不用专门去乘坐其他传送阵了 当然 这种方法 还是有弱点的 有些方面 比不上虚空穿梭 比如 传送阵发动 是需要时间的 在大战之中 对手根本不可能给你时间 让你发动传送阵 还有一个就是 只能自己一个人使用 不能带别人使用 古摩道 陆明点点头 难怪之前 司空男没有使用传送阵逃走 因为他根本来不及催动传送阵 恐怕还没等他催动 就被九绝天王击杀了 另外一个 只能自己使用 不能带人 要知道虚空穿梭 可是能带上其他人一起的 第3115章趁火打劫 自己身上刻下传送阵 虽然有弱点 但也让陆明无比羡慕了 洪荒宇宙太大了 他每一次赶路 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若是能在自己身上刻下传送阵 那赶路 就快很多倍了 不过 也只能羡慕了 那是神君静的标志 也只有神君静那等魂厚无比的神力 才能办到 神王巅峰的存在 都办不到 摇了摇头 将这个想法甩出脑后 现在他距离神君静 还太遥远了 还是一步一个脚印 慢慢提升吧 走吧 我们先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陆明道 这件事终于解决了 危机也彻底消除 陆明感觉松了一口气 浑身轻松 好 武山 寒英点点头 然后他们身形一闪 离开了这里 一个荒凉的星球上 陆明等人降落而下 然后各自扶下神丹 开始调息恢复 即日之后 他们恢复到巅峰状态 寒英姑娘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陆明问寒英 我想先回寒家 将寒家的人下葬 寒英道 说到这里 他露出一丝欺然之色 我们和你一起去 处理完寒家的事情后 你和我们去九爵天王府修炼吧 陆明道 寒家满门被灭 只剩下寒英一人 无依无靠 跟着他们去九爵天王府 就算不能进入星空营 到五家修炼 也比一个人在外面流浪的好 那寒英先谢过陆公子 寒英云云一拜 走吧 陆明道 当即 他们向着寒家而去 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返回到寒家 寒家上下 满门被灭 无人生还 当他们回来的时候 却发现寒家原来的疆域上 多出了很多人 许多人飞进飞出 来回窜洞 这个储物戒指 是我发现的 给我滚 我先来的 滚的是你 找死 一座残破的电雨中 发出几声大喝 然后 几道身影互相厮杀在一起 静气肆意 将本来已经残破的电雨 破坏得更加赶紧 这些人 这些人 寒英的眼睛 瞬间通红 充满了杀鸡 简然 这些人都是浑水摸鱼 成火打劫的 寒家 乃是楚天心律 两大霸主之一 没有被灭的时候 无人敢打他们注意 但是现在 寒家被灭 除了一些贵重的宝物 被司空家搜走之外 一般的宝物 都留在这里 自然吸引了大量的人前来 一开始 还没有人敢动手 但是过去一段时间后 见没有一样 楚天心律的修行者 蜂拥而至 来抢夺寒家的宝物 甚至 有些寒家之人身上 穿的衣服 配戴的兵器 都被人拨了下来 难怪韩音会是这个表情了 你们 给我滚 陆明踏步而出 猛然一声大喝 吼声如雷 几个大战之人 不由的停了下来 哪来的小子 想横擦一手是不是 赶紧给老子滚 一个中年大汉 瞥了陆明一眼 不懈的呵斥 我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 放下储物戒指 然后滚 不然 死 陆明沉着脸道 狂妄 我看先死的是你 那个大汉 不耐烦了 手中的战斧 向着陆明一展而出 这个大汉 修为也不弱 有半步神王的修为 但是和陆明 差太远了 给过你机会 偏偏不珍惜 陆明淡漠开口 一拳轰出 一条九爪神龙飞舞而出 扑了出去 扑 那个中年大汉直接被九爪神龙撕裂 陨落当场 另外几人见到这一幕 吓得的脸色惨白 我走 我马上走 我也走 几人扔下储物戒指 连忙逃之夭夭了 看来要先将这些萧小之被清理掉 再处理寒家的后事 陆明道 陆明公子 拜托你了 寒英带着哭腔 眼睛通红 这个时候 他既愤怒 也显得很无助 放心 我们走 陆明点头 眼中闪过缕缕寒光 陆明 武山 寒英三人 向着寒家的核心之地而去 杀 陆明冷喝 一枪刺出 一道道枪盲 如流星一般洞窗而出 将五六个城火打劫的强者击杀 剩下的人大害 连忙逃走 三人一路杀了进去 一路上 并没有碰到什么太强的高手 最强的 也是神王二重 被武山轻易解决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寒家的核心之地 也是寒家的主家所在之地 这里 原先是一片无垠的山脉 神气浓郁 乃是洞天福地 修建着一座座宫殿 但是现在 山脉坍塌 殿雨崩毁 只剩下一片废墟 废墟当中 躺着一具具尸体 六爷爷 八爷爷 寒因看到几具老者的尸体 眼泪直流 这是他的亲人 你们是什么人 赶紧给我滚 就在这时 寒家核心之地 飞出几道身影 有中年 也有老者 既然眼神不善的丁卓露明他们 到这里 已经被我寒黎宗包下了 你们赶紧滚 不然 死路一条 明白了吗 一个老者冷喝 寒黎宗 你们是寒黎宗的人 寒因叫道 知道我们是寒黎宗的人 还不快滚 那个老者挥挥手 寒黎宗是什么势力 陆明给寒因传音询问 寒黎宗是楚天新玉一个强大的势力 以前仅次于寒家和封月宗 和我寒家关系不错 没想到我寒家一灭 他们就来成火打劫了 真是该死 寒因咬牙道 原来如此 陆明点点头 原来寒黎宗是楚天新玉仅次于寒家和封月宗的势力 难怪这么霸道 将寒家的核心之地占据 其他人不敢靠近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宗的 不想死的 立刻滚蛋 陆明挥挥手道 什么 饺子 你说什么 那个老者大喝 有些惊讶 在如今的楚天新玉 居然有人听到寒黎宗后 还敢这么和他说话的 简直找死 小子 就凭你这句话 你死定了 杀 老者冷喝 一巴掌向着陆明扇来 这个老者羞为不弱 有神王一众的羞为 掌风呼啸 威力非常不弱 交给我 陆明边上 武山踏步而出 一拳轰了出去 第3116章灰首杀神王 武山一拳轰出 一道拳进大如山月 碾压向老者 碰 武山可是有神王三重的羞为 根本不是对方能抵挡的 拳进轰过 那个老者直接炸裂开来 化为灰烬 你 你敢杀我寒黎宗的人 找死 发信号 剩下的几人惊慕不已 其中一个人一声长笑 声音远远的传了出去 抓抓抓 立刻 从寒家核心之地 飞出一道道身影 起码有20多人 一个个气息强大 全部都是高手 居然青衣色的都是神王境的存在 寒黎宗 作为仅次于寒家和封月宗的势力 势力比秦天心域的兵破族还要强大 一出动 就是20多个神王 很快 20多人就来到境前 怎么回事 一个青年 二十几岁 脸色冷酷 打着一把折扇 脸色阴沉的问道 他们杀了王护法 间前的一人指着陆明他们叫道 什么 王护法死了 找死 青年怒喝一声 目光扫向陆明他们 杀鸡闪烁 不过 当他的目光落在寒英身上 却是愣了一下露出惊奇之色 寒英 是你 你没死 青年叫了起来 尊念 你好大的胆子 待人占据我寒家和心之地干什么 寒英呵斥 原来他们认识 同为楚天心域的天骄 他们相互之前认识也很正常 冷酷青年孙念目光闪了一闪 随后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寒英 你还当你是寒家的千金大小姐吗 现在寒家被灭 高手死绝 现在楚天心域 我寒黎宗是老大 明白了吗 说到这里 孙念的目光早寒英身上扫逝 眼神火热闪烁着斜光 道以前我苦苦追求你 你却对我不屑一顾 嘿嘿嘿 现在寒家被灭 看你靠水 好好啊 你没死太好了 将你拿下 成为我的玩物 看你怎么高傲 哈哈哈哈 孙念大笑 越说眼神越火热 你 你敢 寒英下的脸色苍白 哪来的白痴 在这里大吼大叫 赶紧给我滚 这时 陆明踏出一步 淡淡的瞥了孙念一眼 呵斥了一声 嗯 孙念轻盎了一声 这时才注意到陆明 目光看向陆明 闪过一缕寒光 道 小子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你听不到 看来耳朵也不好使 陆明淡淡道 你 找死 来人 给我宰了他 不 给我废了他 我要拿他去喂狗 孙念冷喝 杀鸡冷冽如刀 在他看来 陆明不过是寒英身边的一个根屁虫而已 很可能是寒家一个幸存的青年 现在寒家被灭 陆明居然敢这样跟他说话 简直找死 之前 他一直被寒家压制 压抑的怒火 彻底爆发出来 少爷 交给我 尊敬身后 一个该受男子踏步而出 一爪向着陆明的喉咙扣纱而去 这个青年 有神王一众的修为 在他看来 陆明不过是天神静的修为而已 废掉陆明 亦如反掌 甚至 他这一次出手 都没用出全力 一只野狗的仆人 也敢乱叫 杀 陆明冷喝 手中长枪出现 战刺绝似被战力爆发 一枪向着对方刺了过去 枪盲耀眼无比 如流星一般璀璨 以极快的速度 刺向干瘦男子 扑 枪盲就像是刺中了豆腐 轻易地将干瘦男子的手掌洞穿 留下一个血窟窿 啊 干瘦男子惨叫 眼中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他刚才一招 虽然没有用出全力 但是他可是神王一众的修为 居然被一个天神静的人击伤 这让他震惊的同时 也不可思议 展跃 陆明一枪洞穿了干瘦男子的手掌后 继续发动了攻击 体内的九种神力全部爆发 九种神力 已觉醒了本源神力因子的主宰神力为核心 一股脑的冲入长枪之中 瞬间爆发出来 形成恐怖的威力 众人只看到一道月牙状的一闪而出 然后 他们就看到 该受男子的身体被分为两半 两招 击杀一尊神王 本来 陆明在没有化为古神体的时候 还不能如此轻易的击杀一尊神王的 但是对方太轻敌了 被陆明抓住机会 一举击杀 你 你 尊念也愣住了 目瞪口呆的看着陆明 一尊天神 居然能杀神王 他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一时间脑子完全猛了 不滚 那就死 陆明长笑一声 长枪震动 化为一道璀璨的枪芒 向着孙念刺杀而去 少爷 小心 孙念身后 一个老者大吼一声 一股神力涌出 将孙念的身体一吸 将孙念吸到身后 然后一掌向着陆明轰了过去 轰 轰 老者的手掌 轰击在陆明的长枪上 爆发出一声剧烈的轰鸣 陆明的长枪狂震 陆明被一股强大的力量 轰的向后狂退 感觉气血翻涌 一口鲜血突出 杀 给我杀了这个杂碎 尊念反应过来 疯狂的大吼 刚才 他差点被陆明击杀 让他冷汗直流 后怕不已 这种感觉 让他有些些斯底里 杀 你们死定了 尊念身后 那些高手大吼 狂暴的气息爆发而出 向着陆明杀去 这么多高手 气势惊人无比 让韩英脸色苍白 武山野气息爆发 准备动手 让我来 陆明的声音响起 然后球球如动起来 化为一件铠甲 覆盖在陆明的身上 吱吱吱 铠甲 鸣甲之上 弥漫出一道道闪电 让陆明看起来像是一尊雷电战神一般 威武不凡 轰 陆明一拳轰出 一道道巨大的闪电 比人腰还要粗 向着前方冲去 那些弓向陆明的攻击 被闪电一击中 纷纷崩溃开来 闪电不停 继续轰向那些寒离宗的高手 碰碰碰碰 仿佛是气球被刺破一般 韩离宗的这些高手 在闪电之下 根本不堪一击 纷纷爆炸开来 在闪电的威能下 化为了灰烬 一下子 其满有十几个神王一众 神王二重的 甚至还有神王三重的高手 化为灰烬 彻底消失在世间 第3117章返回星空营 尊业愣住了 还有韩离宗 剩下的神王也愣住了 他们的瞳孔急剧瞪大 露出无比惊恐之色 十几个神王劲的存在 就这么死了 被陆明一招击杀 这可是韩离宗的中间力量啊 走快走 反应过来 孙念惊恐的大吼 想要逃走 陆明的实力是在太恐怖了 一招击杀了十几个神王 其中还有好几个神王三重的存在 这样的实力 就算是神王四重都办不到 他意识到 陆明根本是一个不能惹的魔神 他想立刻马上离开这里 远离陆明 可惜 陆明已经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了 吱吱吱 陆明首长虚空而握 无穷闪电在陆明首长汇聚 然后迸发而出 空杀向孙念和韩离宗 剩下的神王高手 少爷 挡住 有两个老者大吼 出现在孙念身前 爆发出恐怖的气息 轰出两道神光 想要挡住球球的闪电 这两个老者 乃是两个神王四重的强者 也是韩离宗三大最强高手之二 和韩离宗宗主都是神王四重的存在 这一次韩离宗为了彻底占据韩家 获得韩家的宝物 将宗门的90%的高手 都派了出来 不过 以球球现在的实力 两个神王四重的高手 根本挡不住球球的攻击 剧烈的轰鸣响起 两个老者轰出的神光 直接被闪电击穿了 闪电轰击在两个老者身上 两个老者的身体 像是发扬巅峰震颤起来 向后暴退 身体都烧焦了 虽然没死 也是半死不活了 至于其他韩离宗的神王 直接在闪电之下化为灰烬 剑长 只剩下孙念 还有两个将死的神王四重的老者 孙念脸色惨白的利于虚空 像是被吓傻了一般 刷 陆明的身形一动 出现在孙念身前 啊 不要杀我 孙念惊恐的大叫起来 我不会杀你 因为 有人比我更有资格杀你 陆明冷漠开口 然后一枪刺出 长枪刺入孙念的丹田中 将孙念的神火击灭 然后陆明伸手一甩 将孙念甩向了寒英 寒英姑娘 她交给你来杀 陆明言霸 杀向那个两个老者 那两个老者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被陆明击杀 寒英 饶命 饶命啊 此刻 孙念惨叫 戒毒我寒家 罪该万死 寒英声音冰寒无比 杀鸡冷冽 一箭斩出 将孙念的头颅斩了下来 如此一来 寒黎宗前来寒家的高手 全灭 这一下 寒黎宗绝对损失惨重 宗门的高手一下子被杀了九成 实力暴退 估计要不了多久 就要被楚天心律的其他势力灭掉 之后 陆明三人又在寒家的疆域之内转了一圈 将所有来这里夺取宝物的人全部赶走 然后 三人合力 将寒家上下的人聚拢在一起 挖了一个大坑埋了 修建了一座大坟 寒英 在寒家的大坟前 足足跪了七天七夜 才起身 多谢陆明公子相助 寒英感谢 寒英又向陆明公声感谢 这一次 若无陆明相助 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六神无主 寒英姑娘 不用客气 陆明道 他心里也是一叹 说起来 这件事也是因为他而起 若非他一路追寻九绝神经的情况 寒家或许不会灭 寒家不会就此而灭 将来 我定会重振寒家 寒英目光坚定 我相信你能办到 陆明微笑鼓励 然后 三人离开了这里 向着九绝天王府而去 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安然的返回了九绝天王府 这一趟前往楚天心域 对于陆明来说 也算是大功告成 彻底将九绝神经一事解决了 一回到九绝天王府 陆明就听到了一条消息 九绝神经幕后主使查出来了 九绝天王动了雷霆之怒 司空家满门被灭 这件事震动整个九绝天王府 所有人都在议论 陆明心里叹息 这就是实力 秋行界 洪荒宇宙 一切都看实力 不然的话 说灭就要被灭 就算司空男的妹妹 是九绝天王的王妃 也一样 他们直接返回了五家 和五子锋谈论到此事 五子锋也唏嘘不已 之后 寒英就留在五家修炼 而陆明 则返回了星空营 之后的日子 平静下来 陆明一心修炼 他现在需要修炼的东西 太多了 首先 是从楚霸星那里得到的霸王枪诀和战神机 霸王枪诀修炼成功后 能够修炼出神品神力 霸王枪力 这对陆明的攻击提升很大 不过战神机 陆明可暂时放后面一些修炼 毕竟 现在灭十三机 还没有修炼到巅峰 另外 战刺诀 陆明也感觉触摸到了五倍战力的门槛 只要努力参悟 迟早能掌控五倍战力 另外 阴阳神童 陆明也不想放弃 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秘术 领悟的越深 威力就越大 最重要的 还是神力本身的领悟 主宰神力 虽然觉醒了本源神力因子 但是这只是一次觉醒 后面 还能二次觉醒 三次觉醒 四次觉醒 而且 有些天赋恐怖的人 还能从本源神力因子当中 领悟出本源秘术 每一种本源秘术 都是从原始神灵那里传下来的 微能远超现在的秘术 还有 不灭见力 陆明已经觉醒到99%的程度 再进一步 就能够彻底觉醒 那样的话 陆明的实力 还会增强一截 但是 这些都需要消耗陆明大量的精力 陆明和秋月说了一声 便进入深层次的闭关当中 陆明打算先将霸王枪诀修炼成功 先掌控了霸王枪力 再参悟别的 秋炼神品神功妙法 陆明已经是轻车熟路 并没有用多久的时间 陆明就领悟了第一种 修炼了一缕霸王枪力 接下来 就不用继续参悟了 只要慢慢温养 慢慢壮大就可以了 然后 陆明手掌发光 一卷卷轴出现 这卷轴 正是蓝商交给陆明的 乃是蓝商对主宰神力的参悟心得 陆明打开之后 细细观看起来 第3118张天神七重 陆明打开卷轴 细细观看起来 一开始 陆明还有些迷糊 但是越看 陆明的眼睛越明亮 妙 在寺庙 陆明感叹不已 蓝商对于主宰神力的领悟 实在太深厚的 里面的一些见解 简直让陆明开案叫绝 陆明感觉对主宰神力的领悟 在快速加深 接下来的时间 陆明一头扎进了对主宰神力的领悟当中 时间匆匆 转眼便是20年的光阴 20年苦修 陆明对主宰神力的领悟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距离本源神力因子的二次觉醒 还差了很长一段距离 这一日 陆明收到了蓝商的传音 说他对陆明修炼的其他一些神力 已经整理好了一些修炼心得 叫他去拿 陆明自然 神辟颠颠颠的跑去了 这一段时间 他已经从蓝商的卷轴中 尝到了甜头 有这种修炼心得参照 他的修炼速度要快很多 能少走很多弯路 节约很多时间 这一次 蓝商给了陆明六种卷轴 是陆明修炼的其他六种神力 蓝商当初虽然只是修炼主宰神力一种 但是他当初的境界太高了 占得高看得远 见过其他强者使用 对其他神力的理解 也远超陆明 多谢蓝书 陆明收起卷轴 笑得何不拢嘴 你好好修炼吧 有什么不明白的 尽管来找我 要不了多久 有一件重要的任务 你要去做了 这件事 关乎到能不能违经与方案 蓝商道 什么事情 陆明眼神一动 见目前 陆明心里有两件大事 一件便是金语的事情 他当年发过誓 要帮金语翻案的 另外一件 他的修为必须尽快提升到神君境 然后去找谢念卿 所以 一听到关乎到能够帮金语翻案 他就来了精神 这件事日后再告诉你 你现在只要好好修炼就行了 蓝商道 陆明无语 只能告辞离去 返回居住之地 陆明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关于不灭建立的卷轴 细细观看起来 陆明的日子继续进入平稳当中 一心修炼 他对于不灭建立的领悟 再快速加深 转眼 又是二十年 这一日 陆明身上 忽然弥漫出一股洪荒古老的气息 这是觉醒了本源神力因子才能散发出来的气息 不过这股气息 又和主宰神力觉醒本源神力因子有一些不同 这是不灭建立觉醒了本源神力因子 经过二十年的修炼 陆明不灭建立 也终于觉醒了本源神力因子 这样一来 陆明就有两种神力 觉醒了本源神力因子 让他的战力 又提升了一节 而且 这段时间 陆明也在慢慢温养霸王羌力 他的霸王羌力 也一直在提升 已经凝聚出神火了 去找兰商叔叔请教一番 陆明收起了不灭建立 然后向着兰商居住之地而去 这段时间 他也积累了一些疑问 想要请教兰商 陆明来到兰商的居住的别院 看到了兰林 哼 兰林见到陆明就是冷哼 一副恨不得吃了陆明的样子 显然还对陆明上次教训他一事 耿耿于怀 陆明对兰林咧嘴一笑 然后没有理会他 去找兰商去了 找到兰商后 陆明将自己的疑惑都问了出来 兰商也耐心指点 接下来的日子 陆明就来往于自己的别院 和兰商的居住之地 一会在这里闭关 一会在那里闭关 陆明每天都将时间安排的满满的 各种需要参悟的神迹 秘术等轮流修炼 日子过得非常充实 就这样 一百多年过去了 距离陆明从楚天心欲回来 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十年 经过这段时间的苦修 陆明根基扎实 各方面稳步提升 实力大进 首先 主宰神力 陆明已经修炼到本源神力因子一次觉醒的巅峰 距离二次觉醒 感觉也不远了 当然 这一步想要跨越 需要机缘 他能修炼的这么快 和兰商的指点分不开 毕竟 兰商当初就是修炼的主宰神力 所以陆明也是主宰神力提升最快 另外 战子觉五倍战力 也终于得到突破 参悟成功 不过触发的成功率只有几十分之一 概率极低 另外 这么多年 量子觉也炼化了一部分恒星星河的能量 不给了陆明 让陆明的修为大进 不仅仅将霸王枪力修炼到巅峰 而且修为还一举突破 达到了天神七重镜 可以说 这一百多年 陆明全面提升 实力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 暴涨了一截 不过 陆明感觉他的潜力 还没有用尽 很多还没有到极限 继续闭关 依然能有突破 陆明打算继续闭关修炼一段时间 然后走出去磨练一番 陆明 给我滚出来 这一日 陆明正在修炼 忽然外面传来一声大吼 陆明从修炼中结束 眉头微微一皱 难道 是有人挑战我 陆明心理寻思 金空营有规矩 新加入星空营的天骄 只要击败了别人 占据一座别院 就有五十年的安全期 这五十年 可以拒绝别人的挑战 他刚进入星空营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挑战陆明 都被陆明拒绝了 现在五十年早就过去 别人已经能够挑战他了 是金家 还是秦家 亦或是亦人是家 陆明心理转过一道道念头 然后起身踏步而出 刚走出房门 就看到了秋月也走出房门 这些年 秋月也一直在闭关冲击神王境 不过神王境 不是那么突破的 就算秋月天赋极高 又有神眼天君的传承 依然没有突破 少爷 怎么回事 秋月道 不知道 出去看看吧 陆明微微一笑 打开别院的大门 走了出去 一走出去 就看到别院外 围着一群人 全部都是星空营的天骄 一群人目光炯炯的落在陆明身上 陆明 你终于出来了 最前面 是一个金袍青年 当先开口 听声音 明显是刚才叫陆明滚出来的那个人 第3119章九刀天王府的挑衅 你是金家的人 陆明盯着这个金袍青年道 不错 金袍青年回答 哦 那你是要挑战我了 陆明声音冷漠下来 一步踏出 一股强大的气息 向着金袍青年压去 金袍下的脸色一变 不由的连连后退 谁 谁说要挑战你了 金袍青年有些慌张的道 不是要挑战我 你在这里大吼大叫干什么 找死吗 陆明脸色更冷 眸光如电 让金袍青年激凌凌的打了寒战 不由的又连退几步 似乎感觉丢了脸面 金袍青年大吼起来 陆明 你在我们面前嚣张什么 有本事 对九刀天王府的人嚣张去啊 不错 陆明 你龟缩在星空营不出去 让我们承受九刀天王府的怒火 你还要脸吗 另外一个 没心有灵片的青年跟着大喝 一看 就知道是秦家的人 九刀天王府 陆明一愣 这事 和九刀天王府有什么关系 五兄 是怎么回事 陆明看向一旁的另外两个青年 这两个青年 正是五明和五月 陆兄 是这样的 当即 五明五月走了过来 给陆明解释起来 原来 前段时间 九刀天王府的九刀天王 带着一群九刀天王府的天骄 降临九爵天王府 说是促进青年一辈天骄之间的交流 九刀天王府的天骄 一来到九爵天王府 就到处挑战 最近 星空营的许多天骄 都受到了挑战 一时间 可谓是大战连天 庄方 虽然互有胜败 但是九刀天王府的人 基本上修炼是刀道 功法之力惊人 所以 总体来说 还是九刀天王府战局上风 而且 九刀天王府中 有一些青年指名道姓要挑战陆明 要陆明出来受死 但是 陆明这段时间 一心一意铺在修炼上 根本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情 清空营 是九爵天王府的重地 是不允许外面的人进入的 陆明不知道 也正常 但作为和陆明有大仇的金家 秦家 一人是家 怎么可能轻易放过陆明 所以 他们亲自带人来到陆明的居住之地 想要逼陆明出去 让陆明面对九刀天王府的挑战 听完后 陆明明白了 当初在新月古城 陆明杀了不少九刀天王府的天骄 虽然他击杀天狼公子 除了五明五月己人 无人知道 但是他击杀楚霸心 却是有不少人知道的 九刀天王府的天骄要挑战他 也正常 陆明 你躲起来 九刀天王府就将怒火撒到我们头上 你自己躲起来 让我们替你被剥 岂有此理 不错 你赶紧出去应战 经过金家 秦家的人一挑拨 其他人也叫了起来 金家 秦家 一人世家可缩使了不少其他世家的天骄一起来 九刀天王府的人 在哪里 陆明淡淡问道 他修炼一百五十多年 战力大涨 正想要活动活动金谷呢 九刀天王府的人来得正好 虽然也知道金家 秦家这些人想要逼他出去 与九刀天王府的人一战 但是他又有何惧 九刀天王府的天骄 正在天王区 金家的那个金袍青年迫不及待的叫了起来 九刀天王府 分为了许多块区域 天王区 便是天王府的核心之地所在 也是九刀天王府最繁华的区域 天王区嘛 陆明微微一笑 对五明五月道 五兄 走 去奏九刀天王府的人 陆兄 你要小心 这次九刀天王府来了很多神王境的天骄 五明连忙提醒 有些担忧 陆明虽然在神王之下 几乎无敌 但是神王境的天骄 实力就太强了 他们为陆明担心 神王境的天骄嘛 正好 走 哈哈 陆明豪迈一笑 然后向着星空赢的出口而去 走 去看看 这陆明实力惊人 连京人都被他击杀 不知道他对上九刀天王府的人怎么样 有好戏看了 一些青年议论纷纷 远远地跟在陆明身后 如一条长长的尾巴 陆明和五明五月走在最前面 出了星空营 他们化为几道红光 继续地向着天王区而去 不久之后 他们就来到了天王区 远远望去 无数宏伟的建筑 修建在大地之上 一眼望去 无边无际 根本看不到尽头 这里 就是一座无比巨大的城池 只是没有城墙而已 这些建筑 有些修建在地面上 有些悬浮在空中 远远的就能看到不同种族的生灵 飞来飞去 热闹繁华 九刀天王府的人 在哪里 陆明回头看向金家秦家的青年问道 在西面的对战区域 金家的金袍青年连忙道 阿不得陆明早点过去 西面的对战区域 陆明疑惑 他还是第一次来天王区 对这里的情况根本不了解 对战区域 是天王区工人切磋大战的地方 陆明 你跟我们来 五明开口 然后向着前方飞去 他们飞过无数建筑 很快来到了一片开阔之地 这一片开阔之地上 修建着不少站台 此刻 最中间的一座站台上 两个青年正在激烈交手 在站台周围 围满了观看的人 他们飞了过去 站台上 两个交战的青年 都是半步神王的修为 一个使用战刀 一看就知道是九刀天王府的天交 一个使用长剑 两人交手了几十招 都难以分出胜负 最后双双退出站台 刷 当两个青年退出站台之后 一道枪芒一闪 一个身穿战甲的青年 落在站台上 气势狂暴 其身上 有一道枪芒冲天而起 天地间 出现一道巨大的枪影 搅动虚空 一股洪荒古老的气息 散发而出 半步神王 本元神利英子 有人开口 声音凝重 是来自九刀天王府战神世家的绝世天交 叫做楚霸天 半步神王靖 就觉醒了本元神利英子 实力恐怖 之前 就是他一直在挑战陆鸣 有人轻声议论 这话 自然也落在陆鸣的耳朵中 第3120张战神一击 楚霸天目光如电 扫视四方 声音远远传出 陆鸣呢 还是当缩头乌龟吗 让他滚出来受死 不是告诉你了 陆鸣在星空营中修炼 有人回答 哼 真是无胆之辈 也好 他不出来 我就挑战你们 你们谁来一战 楚霸心大吼 强势霸道 九诀天王府许多人脸色难看 一时间 没有人上前 楚霸天身为战神世家的后人 战力十分强大 前段时间 九诀天王府 有同级别的天骄 同样是半步神王 决心本源神力因子 与楚霸天战过 但根本不是楚霸天的对手 神王之下 无人能敌 但是 楚霸天是半步神王的修为 对付他 如果出动神王境的天骄 那即便胜了 也是丢人的事情 无人敢战吗 哼 九诀天王府的人 真是一群废物 楚霸天呵斥 气焰更加嚣张 陆明 你既然来了 还不出战更待何时 这时 忽然一道声音响遍全场 大叫的人 是那个金家的金袍青年 此人眼中闪烁着得意的光芒 他就是要将陆明暴露出去 让陆明与楚霸天一战 如果陆明败了 那将会被楚霸天击杀 如果陆明胜了 就会得罪战神世家的人 可谓是一举两得 什么 陆明来了 在哪里 顿时 人群一阵骚动 在那里 终于 有见过陆明的人 指向陆明所在的方向 刷刷刷的 几乎所有的目光 都落在陆明身上 陆明 站台上 楚霸天的目光璀璨无比 身上散发出强烈的杀鸡 锁定在陆明身上 陆明的目光 也望向了楚霸天 不过陆明的目光很平静 甚至 带着一丝淡淡的不屑 以他现在的实力 楚霸天 还真没有放在他的眼里 你就是陆明 敢杀我战神世家的人 滚下来受死 楚霸天大喝 声音滚滚 平民 还不是我的对手 陆明淡淡道 此言 让许多人恶然 陆明这话说的也太狂妄了吧 对方可是战神世家的绝世天骄 神王之下的无敌人物 陆明却完全没有将对方放在眼里 狂妄 有实力的话 下来一战 而不是单凭一张嘴 楚霸天冷声道 他虽然听说在新月古城 楚霸心是死在陆明手上 被陆明斩杀 但是他根本不相信楚霸心是被陆明光明正大斩杀的 楚霸心的实力 他很清楚 和他差不多 陆明能跨欲好几众的修为 斩杀楚霸心 不可能 他认为 在新月古城之中 楚霸心一定是受到了某种限制 才被陆明斩杀的 既然你自己找虐 那就成全你 陆明淡漠开口 一步踏出 就落在站台之上 与楚霸天相对而立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两人身上 你们说 陆明和楚霸天 谁强 有人相互讨论起来 我觉得是楚霸天 战神世家的天骄 战力无双 神王之下 几乎无敌啊 有人感叹 不要忘了 陆明可是杀了金元 也对 陆明也是妖孽 这样看来 谁胜谁负 要战了才知道啊 众人讨论的声音 也落在楚霸天的耳朵中 这让楚霸天眼神一鸣 陆明击杀了金元 难道陆明真的有那么强的实力 轰 楚霸天身上 爆发出强大的气息 听到众人的议论 他不敢大意 一身实力 全部爆发起来 浓郁的洪荒古老的气息 弥漫当空 秋 接着 他手中出现了一把长枪 长枪震动 一道枪芒 向着陆明的咽喉洞穿而来 陆明并没有拿出长枪 而是以神力凝聚出长枪 然后一枪向着楚霸天刺去 轰 两道枪芒碰撞在一起 爆发出一声剧烈的轰鸣 如两颗流星相撞 接着 一股狂暴的力量 向着楚霸天冲去 楚霸心身体一震 连连后退 霸王枪力马 陆明低语一声 毫无疑问 楚霸天修炼的神力 也是霸王枪诀修炼出来的霸王枪力 你就这点实力 陆明淡淡开口 充满了不屑 可恶 楚霸天心里震动 然后怒火冲天 战神一击 楚霸天大喝 神力暴动 然后天空中 一尊巨大无比的巨人出现 这尊巨人 身穿战甲 手持长枪 战役冲销 一枪向着陆明刺杀而来 战神机 陆明眼睛一亮 接着陆明身形一动 逆冲而上 与对方的战神一击碰撞在一起 轰 这一次的轰明更加剧烈 陆明身体向后飘退 而巨大的战神也向后连退 当然不是陆明挡不住这尊战神 陆明后退 是故意的 这段时间 他也开始参悟战神世家的神迹战神机了 陆明正好与对方战斗 趁机可好好感悟对方的战神机 这对他的修炼也有好处 所以陆明故意后退 好让对方将战神机的玄妙完全发挥出来 果然 楚霸天界一朝没有击败陆明 又大喝一声 继续施展战神机 杀向陆明 那尊巨大的战神 手持长枪 刺出漫天枪影 威力惊人 破空 陆明震动长枪 一道道枪忙如流星一般飞了出去 轰轰轰 恐怖的震动 不断的传出 陆明一边与对方大战 一边揣摩战神机 大战中 对神迹的领悟 是最快的 陆明对于战神机这门神迹的领悟 在快速提升 而楚霸天 越战越是焦躁 他已经将实力发挥到极致 依然拿不下陆明 而陆明 只是天神七重的修为而已 他终于知道陆明的战力实在恐怖 真的有可能凭借自己的战力 击杀了楚霸星 楚霸天 有些打起了退堂鼓 差不多了 陆明低语了一声 然后枪势一变 璀璨的神力冲天而起 天空中 一尊巨大的战神出现 这一尊战神 和楚霸天凝聚出来的战神 几乎一模一样 战神机 在刚才的交战中 陆明终于初步领悟了战神机 能够凝聚出一尊巨大的战神 发起攻击 战神一击 你 你怎么可能会施展战神一击 楚霸天不可思议的大吼起来 这一尊巨大的战神 现在在两尊巨大 你怎么会说 还有一点 期末 你们 我会想说